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中包括运二龄总师唐长宏院士和都位副总师 体现出大运团队对运二龄的充分自信 一位部队接下来在使用建立了信心 在空运试验结束后 不少搭乘运二龄的专业人士给出了试诚感受 一名木性航空工作人员表示 运二龄起飞着陆平稳 空中没有感受到明显抖动 舱内环境舒适 总体感受直逼民航客机 另一名工作人员给出的乘坐体验是 起飞滑跑距离短 着陆轻盈稳妥 切切实实感受到我们增生装置的作用 运二龄首次进行了人员空运试验 获得了包括总师唐长宏在内的 所有乘客的一致好评 那么为什么会由大运团队来 重当这次试验飞行的乘客 他们对运二龄的满分评价 体现出了运二龄怎样的能力呢 魏老师 我认为这个运二龄大型运输机 它首次载人的这种试飞 那么让它的科研团队甚至包括运二龄 它的总师来作为首批乘客进行直接的这种体验 那么这样的一个专业化的团队会给出专业化的意见 包括各种性能 包括各种指标 究竟有没有达到这种设计的要求 它是有一个最直观的体验 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那么之所以整个的这个科研团队会给出满分的水平 这说明运二龄它的设计是非常的成功 而且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既平稳就安全 那么我们知道运二龄它的这种生力可以说是非常好 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在执行这种战场运输 或者说战场投送的任务的过程当中 能够利用更短的跑道进行起飞 那么它的起飞时间更少 就可以减少暴露在敌方一些中进程防空火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可以让它投送武器装备 或者说在战场的条件下运送人员 我们能够保证运二龄这个平台 它本身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那么正是因为整个的科研团队 或者说总师给出了我们的这个胖妞 也就是我们的运二龄 一个满分的这样的一个评分 那么我相信未来它在战场上 参与真正的军事任务的过程当中 那么同样它也会得到另外一个满分 在运二龄首次人员空运试验中 人们普遍反映 运二龄的舒适性是非常好的 就像在乘坐民航科技一样 军用运输机为何强调舒适的乘坐体验 这里面隐含着哪些实战层面的考虑呢 军用运输机运输能力强 机场适应性好 因此也有部分国家将运输机 用于民用航线飞行 中国连航就曾使用过俄制1276 进行偏远航线的飞行 但该机在舒适性方面 和民航客机存在着巨大差异 目前只剩下朝鲜等极少数国家 仍在使用 事实上 早期运输机在设计时 通常将更多精力 放在了如何让飞机飞得更远 装得更多 有的运输机货舱 甚至连基本的气密设计都没有 飞行时士兵还得穿上厚厚的棉衣 极易产生疲劳或不适 如今 随着各国新一代运输机的投入使用 这一状况已得到改观 其中最典型的 当属美国的C17 该机采用联邦航空管理局认证的 PW2040发动机 噪音水平符合最严苛的民航标准 此外 C17还安装了套 互为备份的环境控制系统 确保舱内的温度 压力 氧气 处于最适宜的状态 由于C17的舒适性较好 甚至成了美国高官出行的座驾之一 2014年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克里 就曾搭乘C17 从约旦飞往巴格达 从当时的图片来看 克里身穿衬衫 悠闲地靠在椅子上办公 颇有一种乘坐头等舱的感觉 而从这次运20首次人员空运的报道来看 很多乘客对运20舒适性的评价是 媲美民航客机 这充分证明 中国大运在人机环境系统的设计上 已经达到了西方同类水平 月20的舒适性已经足以媲美民航客机 这反映出国产武器设计思路怎样的变化呢 李老师 我觉得这个呢 恐怕是从运20更广泛的应用前景来考虑的 运20本身它这个界定就是在任何的天候条件下 就是极端恶劣的前后 然后呢在跨非常远的距离 大约就是6000到7000公里 这个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土的终身了 那么你在这样远的距离做长途的空运 我觉得首先是必须要考虑人员的舒适度的 你要没有这个 我觉得这个战略运输机它自身的价值会大大的折扣的 那么另外呢它恐怕还设计一个设计的这个前景 你比如说运20它是不是仅仅由于空运 我觉得未来未必 那如果说它要是担负像空中指挥机 空中包括这个预警机 那么也包括像其他的一些电子这种侦察机的时候 它实际上呢要求的是人员长时间的在上面的 要搭载精密仪器了 而这个精密仪器本身 那我们知道它这个可靠性 它对于平稳的要求升高了 所以恐怕呢 如果说你这个机体本身你过于颠簸 或者说你在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那恐怕将来我们这些高技术装备上去的时候 它整个的可靠性就会有问题 而且呢特别是像空中指挥机这样一些角色 包括电子侦察机 它一次出航的时间是很长的 那么有的时候是七八个小时 可能都是常态 那你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它不舒适 我想在上面的这个机组人员 它的工作效率也会下降 所以这里面呢它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 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仪器本身 另一方面是人员自身的 它这个工作的能力 包括带来的这个战斗力的总好 所以我倒觉得 无论是它作为战略运输机去投送 还是作为未来新型的这种空中力量来使用 它恐怕都对这个舒适度呢 是要有要求的 作为目前世界上处于量产中的最强运输机 运2022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 和66吨的最大载重 一直是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 该机理论上可以空运包括 99A主战坦克在内的任何一款陆军装备 也可以快速向7000公里以外 成建制的投送兵力 而此次人员空运试验的目的 就是检验运20远程兵源的投送能力 据报道 此次运20人员空运试验 是我国自主研制飞机 搭乘人员最多的一次飞行 报道虽没提及具体成员总数 但从美国C17运输机 102名人员的运输能力来看 运20的最大空运人数 应该和它不相上下 这相当于 我军一支机械化步兵连的兵力 众所周知 兵源快速投送 是战争初期抢夺主动权的主要方式 而战略运输机 往往在这里面 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 台湾战争期间 美军通过战略空运短期内 向战区投送50万名人员 迅速完成了兵力集结 确保沙漠风暴行动的展开 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战力是 美军第82空降师临命后 48小时内从美本土启程 达成运输机 远程奔袭上万公里 作为快速机动力量 首先进入沙特 对后来军用行动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 大型运输机的空运能力 在和平时期 也有着重要意义 在酒吧抗空中 我国空军就出动 1276大型运输机 将远在海南的海军陆战队员 紧急空运至武汉 以增援当地军民 2011年3月 中国空军四架 1276运输机 在利比亚 塞浦哈机场 和苏丹喀土木机场之间 飞行两个波次 顺利从利比亚 塞浦哈撤出1655人员 未来 随着运输能力更强的 运20批量不易 中国空军的空运能力 还将获得 图飞猛进的提升 据报道 运输装载试验 是运20今年 试飞任务的重中之重 除了这次人员空运试验 今年6月份 中国空军网还报道了 运20向西部高原地区 空运物资的消息 从发布的图片来看 运20搭载的是标准货盘 属于常规空运任务 接下来 运20还将接受 装甲车 坦克 甚至武装直升机的 空运试验任务 这些装备的特点是 单件重量大 尺寸大 像99A主战坦克 有60吨重 宽度达到了3.5米 长度达到了11米 那么 运20能否装载下这些 大家伙 运输这些超大超重的装备 对运20有哪些挑战呢 秦老师 我觉得实际上 运20我觉得运输这样的 坦克装甲车辆 应该是它的 基本性能之一 也就是说 它在设计之初 它肯定赋予了 它必须要能运 这些车辆的能力 这个能力 我觉得分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说 首先它这个货舱尺寸 你这个坦克装甲车辆 能塞进去 这个实际上是有前车之鉴的 像俄罗斯的伊尔76 它的当时设计 就有一些缺陷 它的这个货舱的这个宽度 只有3.4米 这3.4米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你比如说坦克 坦克它倒是能运 从重量上说 它能运没有问题 但是这坦克要进 它这货舱 特别就是可经可毛 因为两边这个 跟货舱的边缘都要撞上了 它只能把两侧的 这个坦克侧群板给拆掉 让这个 让这坦克尽量变瘦 才能给它塞进这个货舱 我们的运20 应该在设计的时候 考虑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的货舱 大概应该宽度是4米多 所以一般我们 我均现役装备的 这些坦克装甲车辆 我觉得进出这个货舱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再从载重量来说的话 你比如说 轮式步兵战车 一辆可能大概十来吨 这个旅代式步兵车辆 大概一辆 这个重点的 这个二十多吨 轻点的可能也 也可能很轻 然后坦克最重的 我们99 大概是 最重50多吨 50多吨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最大 这个飞机的最大载重量 能达到60吨的话 实际上像99 99A这样的坦克 至少还可以带一辆 然还可以带 其他的一些 带一些人 带一些简单的维修工具 都没有任何问题 除了人员空运 和装备输送 U20要形成战斗力 还必须接受一项 难度和风险 极大的试验 那就是重装空投 重装空投 是指利用降落伞 将重型装备 物资 直接空投到指定区域 为空降部队提供强有力的火力支援 这对突破敌方防线 实施纵深兵力突击 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电影《变形金刚2》中 美军利用C17运输机 将擎天柱空投到埃及 从而帮助汽车人迅速扭转了局势 尽管剧情略显夸张 但却准确地体现出 大型运输机实施重装空投的军事价值 从相关报道来看 我国已经连续突破了 重装空投的多项技术 2014年 参加和平时命演习的 我军1276运输机 在20秒内连续空投了 三辆8.2吨重的散兵战车 展现出完美的 重装连续空投技术 同年 我军又在高原地区 投下重17吨的重型装备 实现了单舰重装空投的新记录 虽然我军重装空投技术 在近年取得了较快发展 但和美俄等国相比 仍有不小差距 其中主要制约因素 是现有的1276空投能力较弱 甚至不及小一号的A400M运输机 因此 运20对于我国 打破重装空投的技术瓶颈 至关重要 运输机的重装空投 是一项显难科目 这项技术有哪些具体的实战价值 它的显和难 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李老师 我觉得特别是大型运输机 这个重装空投是必须要过关的 原因就是这是最核心的 我们说空投的实力的体现 而它最重要的难点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你本身 你这个特别是重装备 你装载进机舱以后 它的重心 当时的配比是平衡的 但是一旦你投出去一件以后 迅速的这个飞机的重心 就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重装备 你要是比如说两三吨的 这种一般的 你像汉马车什么的 它还可以 你如果是相比较重的 你要是八吨十吨 这种东西 你要是真投出去以后 它像迅速的飞机的重心 有个非常大的便宜 那么这个呢 它是需要事先做非常精确的计算的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精确空投的概念 投下去的这个装备 那么一定要解决呢 它准确降落在我们的着陆区 如果你超出这个区 那你想 散兵靠自己的腿去找 它是找不到的 那么这种精确空投 加上连续的多舰 那么再加上单舰重装备的空投 它是衡量一个国家 空降兵最高水平的 实力性的标准 冤二龄的出现 将对解放军的重装空投能力 带来哪些质的飞跃呢 魏老师 冤二龄大型运输机 大批量的交付我们空军的 相关部队之后 那么可以说 我们中国的散兵部队 包括我们其他的 这些空投部队和空运部队 就拥有了一个 非常靠谱的 这样的一个战场投送平台 那么首先 对于我们空降兵的 这种重装的投送能力 那么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高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的空降兵来讲 能够得到一些 重型武器装备的支援 就可以保证 我们快速到达 快速集结 快速开进 即使遇到敌方部队的一些抵抗 我们也可以利用 更强有力的火力 打开封锁线 那么完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预想 我个人认为 它首先要投送的 应该是散兵的专用装备 比如说 我们03型的这种散将的 这种战车 当散兵部队落地之后 那么也就是说 它刚下飞机就可以开上战车 那么可以提升 它的这种战场的机动能力 那么有人也提出了 这种U20大型运输机 是不是也可以空投 20吨左右的轻型主战坦克 包括一些轻型的榴弹炮 但是大家都知道 20吨左右的轻型坦克 如果说你要在中低空或者说高空 利用散将进行投送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难度非常大 因为你不仅这个20吨左右的坦克 要占据很大的舱内空间 那么它所配套的散具 甚至包括一些这种缓冲和减震系统 它的个头也非常大 所以一般情况下 大型的运输机 即使它可以装载主战坦克 轻型坦克 或者说一些轻型的榴弹炮 它也不会采用散将的模式 对它进行空投 那是不是说我们的U20 就没有快速投送这些重型武器装备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其实也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绝招 就是这种低空的不降落卸载 那么当运输机贴着地面 进行低速飞行的时候 打开舱门 那么就可以让装备上的降落伞打开 那么利用降落伞的阻力 就可以把这个重型的装备 比如说主战坦克 火炮 甚至是标准的军用集装箱 以及军用物资的这种模块包 那么利用这种降落伞的阻力 直接把它给拽出运输机的这样的一个舱门 那么在这种缓冲拖垫的保护之下 我们也可以保证这些物资 或者说重型的武器装备 保证它不受损 那么运输机就不用着陆 不用降落 直接完成这种低空的卸载之后 马上进行这种快速的拉起 就可以飞离这种战区 或者说飞离战场 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 其实比直接利用大型的散距进行空投 可以说是靠谱的多 而且它的安全系数也比较高 大型运输机对军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被视为一个国家的战略重器 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 推出了本国的新型运输机 那么运输零在这当中处于什么水平呢 运输零采用多项前沿技术 或开创国际运输机市场的中国时代 未来打飞机能否成为中国制造新名片 比如说如果A400过于昂贵 如果我们的运输零一方面技术又好 而且我们又便宜 那你欧洲国家也当不住也会采购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今年来中国 俄罗斯以及日本 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新型运输机 在国际市场掀起了新一轮的大运竞赛 其中俄罗斯阻打新型12476运输机 该机虽然采用全新编号 但实质上还是老瓶装新酒 机体仍延用40多年前的1276 重点升级了数字化航电系统 同时将原有的D30发动机 换装为推力更大的PS90涡扇发动机 载重量也相应提升到了60吨 但就具体指标而言 12476的最大载重仍比运20少了6吨 特别是1276货舱尺寸狭窄的缺陷 在12476上并未得到任何改善 以此在大件装备的运输方面 12476要远远落后于运20 另一款值得关注的运输机是日本的C2 C2是目前大型运输机家族中的小客桶 长度44米一展44.4米 采用双发设计 最大载重只有37吨 各项技术指标平平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C2虽小 却隐藏着日本谋划远程进攻战力 和打开国际军火市场的大阴谋 因此需要额外关注 目前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大运热 实力雄厚的俄罗斯 推出了1276的改进型12476 而从未涉足大型运输机制造的日本 也拿出了C2运输机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扎堆研发大型运输机的现象呢 秦老师 我觉得我总结是三方面原因 第一方面原因就是说 确实像俄罗斯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 它原来有运输机 像俄罗斯就是1276是主力 然后日本原来有一个C1运输机 当然C1是一个属于中小型的运输机 这样的运输机 从目前来看它的研制年代太过久远 1276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 日本的C1是上个世纪60年代研制 距今都半个世纪了 所以就说 首先这样一些飞机都非常的老旧 而且技术性能逐渐的落后 机体寿命也逐渐的到期 所以这样的国家 它确确实实需要有新机型 来替换这些老旧的运输机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 这些国家希望借助这样的大飞机的项目 无论是新研制还是改进 维持一支研制队伍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再先进的武器装备 实际上最终归到最后是有人来研制 需要有人才 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不光是理论上让它传承 还需要有项目让它练兵 通过这个项目 它结合自己的理论 它会发现问题 它会组绝经验 它会逐步的提升 所以没有项目给这些科研人员 长期以往的话 那么整个它这个知识就断代了 它要再拿起来 再研制新飞机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无论是日本 无论是俄罗斯 它研制新飞机 肯定是为了继续的维持这支队伍 而且当时日本在研制的时候 它同样有一型号还叫PE 它两个大飞机同时研制 有些部件还可以互换 当时外界普遍的评论就是 日本借着这个项目 维持自己大飞机的研制能力 和这支人才队伍 云20使用的俄制D30发动机 已成为限制大运量产 和性能发挥的最大因素 在2016年的全国粮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 云20总设计师唐长虹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云20安装国产发动机 已经有了时间表 他介绍称 大概在明年或者后年 就能看到装着国产发动机的云20了 去年末 一架云20出现在了炎凉的马路上 现场照片和视频显示 与已经公开的各架云20相比 这架试验机的发动机挂架 发生了明显改变 暗示云20可能已经开始 换装国产涡扇20发动机 据网络资料显示 涡扇20采用太航发动机的核心机 最大推力达到16吨 是未来中国大飞机项目的 主要配套动力 现在随着云20换发时间表 日渐临近 代号涡扇20的大寒道比发动机 已经出路端倪 有细心的网友还在专业刊物上 寻找到了涡扇20的蛛丝马迹 这也出现出国人对大运 中国心的强烈期待 相信随着相关信息的披露和公开 这个困扰人们的心结 将被很快解开 云20换发让人期待已久 魏老师您能给我们具体讲讲 换发后的云20会有哪些变化呢 如果云20它换装了 我们国产的这种大功率的发动机 那么首先它的运力和航程 都会得到提升和这样的一个延伸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把云20 它所有的潜能和这种作战性能 全方位的给发掘出来 那么一旦云20换装了 更大功率的发动机 那么这就意味着 它在高原高海拔地区 也就是在这种缺氧的环境当中 那么云20它的可靠性能 也可以得到提升 可以为我们的山地作战部队 进行这种空投的补给 也可以把一些这种重型的部队 快速地投送到山地地区 或者说高原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一线战场 那么更重要的是 一旦云20它实现了这种所有的核心系统 尤其是这种大功率发动机的这样的一个国产化 那么未来 无论是我们中国军队装备 还是一些民间企业装备 那么它整个的单价和成本 也会大幅度降低 那么未来当我们中国空军已经装备了一定数量的云20 或者说它同时满足了我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需求 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外销版 或者说海外版的云20推向国际市场 换发后的云20无疑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那么中国的云20能否凭借自己的实力打入国际市场 成为继高铁之后又一张中国制造的影片呢 在中国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 中航工业大飞机办主任朱谦曾透露 云20运输机的市场主要在国内 待技术成熟后 有望研制出出口型面向海外市场 分析认为 在美国C17运输机2015年停产后 国际大型运输机市场出现了有价无视的局面 因此云20有望凭借自己的优异性能 开启国际运输机市场的中国时代 从运载能力来看 云20220吨的最大起胚重量和66吨的最大载重 已机身世界十大运输机阵营 在目前投产的运输机当中 云20主要技术指标也是遥遥领先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如超临界机翼技术 动作捕捉技术 以及数字化综合航电技术 特别是飞行管理系统和快速仪态网 曾被西方视为逆不外传的核心技术 最终也被中国科研人员成功拿下 使云20基载系统的性能和水平 全面超过美国C17 从价格方面来看 先进大型运输机 一直被美国独家垄断 价格居高不下 其中印度采购的美国C17 单价一度超过5亿美元 而考虑中国制造一贯低成本的特点 云20将更容易获得预算有限的买家的青睐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 云20的市场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那么未来云20在国际市场上的前景 到底怎么样 未来中国的云20会不会出现大卖的情况呢 李老师 我倒是非常期待这一天 因为现在从整个世界的高端运输机的行列里头 确实有一些产品 你包括像A400是吧 美国的C17 那么包括像我们这个未来的大运 但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就是C17呢 它本身的生产线已经关闭了 2015年 那么A400呢 更多的呢 它还是欧洲国家的标准 但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些年呢 我们通过整个的世界军贸的这个舞台 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条我们自己的道路 也就是这个装备呢 我完全可以按照 按我现在的技术水平和能力 比如说你要购买我这个运输机 我按照你购买方 你的详细的技术指标和你实际的需求 我可以做给你自己量身打造的设计 这个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年 你包括我们像无人机的这样一个 就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大迈 那么也包括像我们的高端的这些战斗机 那么也包括像我们的主战坦克 包括像防空导弹 它们实际上有个很重要的中国标签 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性能 是符合世界主流的标准 你包括这次云尔林 它为什么说可以 或者很有前景 作为未来的主力运输机的世界性的品牌 是因为它这项指标 几项技术指标都是过硬的 首先就是最大气威重量200多吨 那么这个我们完全是拿得出手的 响当当的 其次就是最大的载重量60多吨 那么这个60多吨的概念就是说 现在你陆战场的最重的坦克 我都可以给你搭进去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想它未来的适用前景是很大的 你比如说中东国家去不去 我觉得是有市场的 那你说亚太地区很多陆战场 就是可以说陆地的这样一个边界线 很长的国家它肯定有这个需求 比如说如果A400过于昂贵 如果我们的运输林一方面技术又好 我们在这一方面的 要求法 再说 妥特地 那 works 感谢观看